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成光的听众朋友们 新年好 已经是2023年了 你会不会想到2022的事情 还是觉得是今年呢 要常常讲去年干嘛干嘛了 这话说上一期播客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 准确一点讲是两个多礼拜了 也真的很久了 从我们9月11号开播 以来我们最多隔了四五天 反正不到一个礼拜吧 这次是两个多礼拜 为什么呢 因为这放假了 孩子们在家 他们睡得比我还晚 我也不可能等到他们都睡了再做节目 而白天呢家里总是有声音 哎呀再说了 更多的原因呢是新闻真的有时效性 我这想着说哎呀这事有点意思 Twitter发子都已经第九第十期了 哎呀稍微稍微耽误一下 哎呀已经过期了算了 你比如今天在放的开头的歌曲 祝你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都感觉过期了 过期了 最后听一次吧 因为我总觉得好遗憾呢 圣诞期间没有用这么好听的一个开头 这个假期啊我们我家呢是没有出城 接待了啊来访的亲戚 然后呢我们家的啊大学生 老大上大学回来啊 时不时在家里啊 谈个话呀啊在城里玩玩 哎呀这一转眼假期就过去了 啊休息有时有时休息有时工作有时啊 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不过今年呢成光会有一些啊一些计划啊 这个计划呢用音频报告啊不是很有意思 所以我待会要去录一个视频了 好久没有录视频了啊 我们在圣诞期间啊虽然我放假了 但是成光频道还是推出了三个圣诞特辑 其实第三个不算圣诞特辑 只是因为童话故事嘛 所以就把它归拢在那里 不过成光2023年的计划呢 啊这个我们要通过视频来播放 啊今天晚些时候去录制啊 周末我们同工周末剪辑好了 就把它放到网站上来 要再预告预告呢 就是今年真的要有些实体面对面的活动 好什么原因让我今天在预告2023年计划 视频之前要做一个播客呢 因为啊今天啊到今天这个今天是哪一天呢 是礼拜四1月1月5号的下午5点钟5点钟啊5点多吧 这个美国的国众议院又几乎创造历史了 这个创造什么历史呢 听我慢慢讲了啊 如果你现在呢去新闻网站啊 啊头版头条几乎都跟这个有关啊这有一个事儿我们上次不知道 总结报告了没有 这因为啊国会的众议院算票算好久好久后来我都忘了 那大概到了12月份吧他们终于弄完了 最后是共和党拿到了222票啊 民主党是213票 按照惯例呢啊这个多数党就会啊 多数党的领袖就会成为美国众议院的领袖啊 英文就是house speaker 理论上来讲他是总统如果在任期间去世 就是副总统接任 如果副总统也去世 那就是house speaker 就是众议院的议长来接任 所以这个这个不但是说从总统来算是第三位 更重要的是他在众议院呢 他等于是最有说话权的啊 最有说话权的 你看名字 你提title都叫house speaker嘛 那多数党现在是共和党啊 那应该是共和党的议员出来做领袖啊 Nancy Pelosi就正式下岗了嘛 那在过去好些年十多年吧 这个共和党的领袖呢 都就是对不起过去几年 他们也就四年嘛 没有没有没有得着多数党 这四年呢 这个minority leader 这个少数党的领袖啊 Kevin McCarthy 他是加州第二十国会区的 那么他呢应该理所当然就成为多数党领袖了嘛 那多数党领袖他不就是啊 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了嘛 但是美国的这个这个议长啊是要选的 是要选的 怎么选呢 就是所有的国会议员在新年开始 第一个工作日 他们就开始投票 比如现在是435个席位 那你投票完了以后超过半数的就成为house speaker 那过去好多年你为什么都没听到有这么个新闻呢 因为你想共和党有222票 只要他们党里的人全部投他 他不就超过半数了 那Kevin McCarthy不就自然当选成house speaker了嘛 但是啊在三天前也就是1月2号第一个工作日 他们投票就有20票怎么都不同意 20票共和党的票呢就投给投给别人 他们也不投给Kevin McCarthy 所以McCarthy呢就拿到了202票 还比不上人家民主党的少数派领袖 Jeffries他拿了212票 不过你不用担心哈 民主党的Jeffries当不了议长的 因为他他民主党就是212票嘛 有民主党总共可以213票 但他们差不多这个差不多这个铁板一块了 但他达不到218票嘛 那第一轮呢大家可能还不在意 结果第一天投了三轮 哎每一轮McCarthy都有都没有得超过202票 他需要218票啊 哎呦这个你你不小心过了到了第二天 这就成百年一遇了 因为美国这个一般众议院不用不会选这么多轮 上一次是1923年正好100年前选了9轮 才选出了house speaker 到了今天啊 等我看的时候 这已经是164年一遇了 因为1859年那一年选的最久啊不是最久 选的比这次9选了44轮啊 当然了如果他们44轮还没有解决问题的话 那再往上也就追溯4年 1855年是美国 如果历史上选了最久次数的house speaker 他们总共选了133轮啊 就是一轮投票啊没有拿到半数再来第二轮 又没拿到半数再来第三轮 选不出来啊就继续选1855年是最长的 选了133轮1859年是44轮啊 再往下就是1923年选了9轮啊 中间什么选了两轮三轮就不说了 一般就是一轮就解决问题啊 所以这已经是超过百年一遇了你说第一轮吧 那个那个不同意有20票不同意吧 那还说得过去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些人叫freedom caucus啊 就是有一有一群人吧 你想这好几百号人啊 那总有一些人志同道合 所以他们呢就一群人啊 一群人希望呢 跟他们最接近的Jim Jordan 俄亥俄州的Jim Jordan 可以成为啊这个house speaker 但Jim Jordan在在第一轮的时候 连他自己都没选自己啊 他被提名了 他说我我我不想当 他他他他就就非常确定说我不想当 我只想做这个众议院的chair of judicial committee 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这本来他就会做的 因为他他在做少数党领袖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作为啊 共和党的这个主要的司法委员会的代表人物啊 那如果如果你没有看过他怎么样跟人跟人追问啊辩论就知道 嗯他这确实是把好手啊 我们也期望他可以成为chair of judicial committee forfor the house 那他这样的话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调查清楚啊 但是他自己表达说我不要选我不要选啊 那那这20个人呢还是不同意啊 就是从第一轮一直到今天的第10轮呢 这些第10轮我就没看了哎呀第10轮 也不是没看他还在算票啊等不及了 今天晚上还有事呢 那第9轮是这样的啊 那个民主党的这个民主党的领袖 少数派领袖 Jeffrey得了212票 McCarthy才得了200票 17票给了这个叫谁啊 Byron Donalds 给佛罗里达的啊 另外还有几票买就不算了 法拉大要知道这个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大概有20票 怎么都不肯投 McCarthy 他拿不到半数就得就真的成为不了这个众议院议员呢 成不了众议院议员 众议院就啥伙也干不了啊 因为他没有speaker他没有领袖 那就啥伙也干不了 那就耗着吧 所以这就成了新闻嘛 你你说到这里哈 我就我就得要让我们 特别是保守派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那我预期这个听咱们节目的人 可能会有些这个自由派的但是会很少 欢迎你们参加欢迎你们来听啊 你们来听你看我们是不是有理有据的啊 说一些事情会就会知道就知道啊 不会就不会啊 不知道也不胡说啊 那这个事儿 那可是给共和党丢丢人了 你叫乱做一团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过去这几天呢 我也就是啊这个开车的时候 主要是昨天到今天吧 开车的时候稍微听一下 比如Ben Shapiro就说 据他了解这里头20个人 有10个人吧 他还有些原因 他就跟McCarthy讨价还价 他跟他讨价还价就是说 哎这个这个就 人都有利益吧 你都有政治利益啊 这个细节咱就不展开讲 但还有10个人 他们是不跟你讨价还价 啊我说什么都不干 我说什么我就是不让你当啊 你说让你说那那你不当 那那McCarthy不当让谁当呢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就是要表这么一个态 因为你表态表一天两天 就可以了嘛 还表神了电视连续去啊 嘿嘿这个 呀这个你说让我们怎么怎么说呢 这个事肯定会结束啊 到了时候他们说实在不行 就有个叫Nuclear Option 那到时候就说哎 我们也改这个规例 然后我们不需要超过半数 多数最多的人就当选 那这20个人就就就麻烦了 他们就得面临一个选择 他们真的还要像现在这样的话 那就是民主党少数 民主党的Jeffrey就当 呃众议院议长 如果这事情正发生 哇这20个人回到他的选区 肯定交不了账了 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些都交不了账 要我是他们那个选区的选民 我就在想你这是弄个啥呢 你跑去我们把你选上去 就是让你啊 把这435位的人民代表啊 就是众议院嘛 然后就让他们每天起来 投投这个没意义的票啊 你看我的我的观点在这表达明确了吧 我猜想的也不是有不少的人 有些人会想咱就是得要表这个态啊 这麦cothe过去跟啊 跟民主党妥协的太厉害 就是不能让他当 他问题是你不让他当 他就只能是民主党的少数派领袖当 当然那个可能性也很小 你说怎么办 你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嘛 妥协的艺术嘛 对吧 哎呀这个这个咱们以后啊 如果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你就你就每天看一下头版头条啊 他总有一天会选出来的啊 我的预测呢还是 Kevin McCarthy还是会当选了 还是会成为house speaker 只不过这场闹剧呢 还会继续闹下去 好那讲到这里呢 我我就预告一下啊 也不是预告一下 我就在想啊 我们在2023年啊 2023年很可能到年底啊 就会再出来几位 共和党总统大选的 这个初选的党内初选的候选人了啊 虽然到目前为止呢啊 前总统川普总统嘛 他已经正式宣布参选了啊 可能一年前或者说在中期选举前啊 在2022中期选举前 可能人们都会以为啊 只要川普啊竞选啊 宣布正式参选啊 那么共和党的应该没有人可以跟他抗衡的 但就从这一次的事情来说 其实到了礼拜二过完了以后 那个 川普已经 发了他的这个在他那个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发了信了说 我们那个共和党应该全力支持McCarthy 不要再闹了啊 但是那20个人也没听他的啊 虽然那20个人被啊主流媒体描绘成川普党啊 但是那20个人也没听他的啊 哎呀这个回头来说的话就是在2023年我还预测会有新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党内初选 所以呢到了202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会像2015年下半年一样就会看见共和党党内的初选的辩论啊 我自己我是这么认为的无论你是多么支持川普或者咱们说或者多么不支持吧 就是这是一个肯定是一个纬度的嘛 人哪有两个人是完全完全一样的 如果你量化一下那那支持度从0到100肯定是有一个光谱的嘛 无论你这个光谱有多强多弱啊我想我们都应该希望看见 在我至少非常希望看见在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他们好好的辩论就像2015年的 2015年下半年一直到2016年的上半年 那在共和党党内初选充分的辩论啊就就能够认识候候选人 也知道他在当年所所提所所希望执行的政策是什么 那我们到了2023年下半年会延续到2024年 那共和党内的党内初选也就会让人们看见他的政策是什么 我这也犹如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这个民主党的党内初选 他也会显出来这些候选人到底是什么 然后各个州的选民啊就去各个州的选民就去做决定 所以我我盼望我们的成光的听众朋友哈 是愿意看见辩论的啊愿意看见啊这个 共和党党党内初选啊那最后选上谁谁现在 现在至少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应该是不确定了 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啊我还是会参考民意调查的 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这个民意调查 现在至少让我们看见不是那么确定啊不是那么确定 那么到了2023年下半年就会有人啊就会有人参选 那一般通常的惯例呢就是在总统大选前的头一年的夏天啊 到秋天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宣布正式参选啊 所以这个党内初选的辩论赛呢就会是二啊就是会在头一年的秋天开始 一直延续到啊同年的就是二对这次来说就是2024年的上半年 好我讲到这里哈我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个预告吧 这我的预期就是啊党内初选的辩论会非常的激烈啊 我自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就看他们到底在2023年 展望2024年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政策 而我们成光作为基督教的机构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判断啊 就是至少我们啊我们尽可能基于圣经有理有据的来判断 哪些政策是合乎圣经价值观哪些呢是是不合乎 还有哪些呢是模棱两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一定的原则情况下你的你的不同的处境 不同的年代你可能做出判断是有不同的啊 那有些是没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啊 你是这个上帝啊所有些原则是是确立确定了的啊 到时候我们会举例子我再次说好我们为什么成光学会 会比较着重社会的事情呢 因为啊成光学会不是不是教会嘛 我们只覆盖啊基督徒生活中的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主要覆盖的是有关社会议题 而社会议题在当今这个时代主那就基本上都会跟政治挂上钩 或者说今天至少你在美国看见政治政治选举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社会议题几乎每一个社会议题啊都会成为啊政治的啊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角力的啊一个方面 我好多年前听一个美国牧师跟我说 他在教会里头他发现如果弟兄姊妹碰到生命的低潮啊 生活中的难题啊或者他灵性的低落啊 他希望明白上帝的代理他就会来找他啊 有找牧师嘛那牧师说那我打开圣经看看上帝的话如何说 他如果有夫妻啊碰到家庭中的难题 无论是婚姻呢夫妻之间的呀还是教养孩童的呀 他希望明白上帝的代理他们也会来找牧师啊 那牧师就打开圣经看看上帝的话如何说 他如果在教会当中服事啊或者教会当中无论是对内对外的服事啊 碰到啊服事当中的难题啊啊困难啊啊 希望明白上帝的代理他们也会多半来找到牧师啊 如果他不是跟牧师有啊有仇的话那那这位牧师说 那我也打开圣经看看上帝的话如何说 但是他说我做我这么啊牧师这么二三十年 还从来没有人认为说这个国家有问题了 而我们现在社会上有问题了 他来问问我圣经上该怎么说 他觉得这是当今美国教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不过那是很多年前我觉得这些年下来 其实啊也不都是如此也不都是如此 可是这个现象啊这个当好多年前我听到这个话 后来我反复想起尤其到了2020年 我发现教会真的需要啊基督徒真的需要有回应 那教会呢啊对于教会来说这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之一 啊我们无论个人家庭教会社会啊 我们判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可以啊 上帝的主权上是对每一个领域都适用的 那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解释错的话 也是能够对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有引领的 好这个是成光学会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一个初衷哈 那如果讲到具体的这个政府的治理的话 那其实government这个词啊中文好像直接就翻译成了政府 那他的意思是the instrument or medium to control 就这些啊包括人类的政府比如美国政府 他确实确实就是可以看得见的 然后呢我们也相信是上帝那治理上帝的治理通过政府可以传递出来 有应该说或者通过政府传递出来或者被政府所阻挡住 但是我们应该是透过政府看见他永恒的治理 那主政府肯定不是不是我们的生生 不是不像我们以前受的教育说 谁是谁是我们的母亲啊 祖国不是母亲政府更不是了 但政府呢他要government他要他要 这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可以让人在世平安度日 啊让啊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保护人的自由啊 这个保护人的自由是提供一个社会框架 比如让作恶的害怕呀等等 以至于我们可以啊可以啊就是比较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完全自由的 那完全像呃完全自由的那是在天国对不对 但是在目前的美国的啊宪法的框架底下啊 至少他宪法第一修正案他要保证信仰自由啊 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那你说信仰自由你也不能让那些异端邪教啊 随意的去啊随意的去这个用信仰的为名去害人对吧 我我我我们好多年前我看过德州有一个在在西部啊 有个邪教呃一个教主啊娶了72个啊同女做老婆啊 他他他他把人穆穆斯林这个啊描绘的天堂描绘的打引号的天堂 就在地上实现了然后有很多是强奸的行为 那终于被啊德州政府逮造证据了就把他给关起来啊 就是上述把他定罪了那这个是应该的你不能拿信仰自由做幌子 然后你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言论自由也是类似的 如果你言论真的是啊到了毁谤到了到了造成了人生危害 那这个也是要受限制集会也不能让你随意的打砸抢啊啊 啊对所以这个自由从来都是要有框架的啊 从来都是有框架的啊 那么呃我们为什么在啊在呃成光学会所要提倡的就是啊 这个要要明白圣经价值观要明白上帝所喜悦看见的政教关系等等 哦还有就是因为保守主义为什么这么啊是一个我们的关键词 就在这些你都会看见这是最啊啊最符合至少到人类历史到目前最符合圣经价值观的这样的政治理念 那在美国是这个三权分立如果能使呃正在呃当然总是总是会受损害 有人的罪性在就不可能那么理想但是至少目前为止我们看见美国的司法呃立法和执法还是相当程度的呃分立的 这是件好事情这让我结束在这里这就像基督徒所信仰的三一真神一样 他们的存在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啊我们信圈里那三一神都是同一位上帝但是他们又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那么当人类建立政府的时候呢既有统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社会有序啊 让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地可以在有框架的自由底下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啊 但是又在不同的领域承担责任啊我们以前节目也都讲过无论是立法机构通过众议院参议院他们制定以基于宪法的当代法律 还是执法机构就总统带着他的内阁啊 啊然后可以把美国当今的法律执行下去还是司法机构最高法院来判定啊这个立法机构的法律是不是和怎么样解释啊 啊然后执法的时候有没有越过宪法所给他的权利啊好的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在2023年一开始就给大家先啊 啊就着啊共和党乱成一团啊这个稍微展开讲了一点我们啊成光学会怎么样不忘初心吧 好敬请大家期待啊啊这个周末会播放的一个啊2023年新计划的小视频 当然我们也会随时的更新啊我们啊盼望下一次啊再和听众朋友见面啊啊不对不是见面哎好久没做啊啊音频了你就下回子能把这个听完我就很感谢大家平安平安 啊